你好,12.3 我们会谈谈DOT PRODUTS 这个部分我会分两条影片去谈谈 首先第一件事,如果我给两支Factor U 和V 我将起点放在一起 会令两支Factor形成一只角叫做FETA 原来这个FETA和UV有关 我们可以用公式去表示,就是以下这一条 你自己看吧,没有特别的 分子部分你看到是U和V,对位相成,然后双加 分母部分是U长度V长度 你计算之后就是COSFETA 背后怎样证明呢?我说的idea算数 因为书都有,只不过是一些很繁复的化检,拆弧弧等等 我们首先把这条边连起它,变成一个三角形 当然用Factor的方式,箭槌指边其实无所谓 当指向上,W其实是U-V 然后帮我找回三条边长度 譬如,这条边是UFactor的长度 即是U12次加U22次加U32次开方 这条边是VFactor长度 这条边是V12次加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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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次开方 我们的话的这个phone方式,我们定义为这条是两支Factor的.Product 你会见到拿证明现在我们的でしょう 中间R fit odd 無論是 2D 也好 3D 也好, Dimension 是多少都好 給你兩支 Factor U.V 就會是對位雙乘,最後雙加這個運算方式 看兩個例子,第一個 U 是 1 負 2 1 V 負 6 2 負 3 U.V 對位1乘負 6 負 2乘 2 1乘負 3 加起來,計算到負 13 所以 .products 你計算完之後是給你一個數字 再看一個,這次兩支 Factor 我用 IJK 表示 你看不慣不要緊的,我們轉回 Components Form U 是 2 分 1 3 1 V 是 4 負 1 2 你之後就對位雙乘,再相加,最後計算到 1 運算不難了,你看到 再看一個例子,我們這次真的找一隻角出來 U Factor V Factor 給了你,我寫 Components Form 給你 1,1,負 2,負 2,6,3,2 好了,cos Factor 等於分數,分子部分是 .products 對位雙乘再相加 分母部分,U 長度,V 長度 你用 Distant Formula 你會計算到負 4 乘 21 再 solve Factor 大概是 100.98 度 來到 Calculus 3,我假設大家這三個方程 一定解釋得到,我不特別多說 好了,我們說說 .products 背後的主要 metric meaning 是怎樣 剛才我們調色就是 cos Factor 等於 u.v 隨以 u 長度 v 長度 我們做一點調位,將 u.v 變成主項 你可以寫成這樣,即是分母搬過去的意思 你留意到了,右手面 u 長度 v 長度 cos Factor 全部數字 所以 .products 是給一個數字,一個 scalar 然後這個數字,是正還是負呢? 是由 Factor 決定的 因為你看到 u 長度 v 長度不會負的 唯一可能負就是 cos Factor 對不對? 那我們又想一下,究竟 Factor 的範圍在哪裏 我給你兩支 Factor 例如這樣畫 這個 u 這個 v, Factor 在這裏 你看到,如果我們將 u 動,動在這個方位 Factor 最準都是 180 度 所以 Factor 只會在 0 至 180 度之間 Factor 只會在 0 至 180 度之間 你可能會說,我將 u 再拔下去 拔成這樣,那 Factor 不是那麼大嗎? 不會的! 兩支 Factor 形成的角,我們有共識 是拿小一點那隻 小一點那隻,這隻才叫 Factor 這個意思 好了,我們看看何時正何時負 如果 .products 是正數 也就是 cos Factor 正數 也就是說 Factor 是一隻銳角 在 0 至 180 度之間 唯有 Factor 是銳角才會正到 也就是說,兩支 Factor 都是同時指向前面或者後面 我不是說兩支 Factor 的 Direction 一樣 只是大家都指前或者指後 譬如 這隻是 u,這隻是 v Factor 就是銳角 大家都是指向右邊的 這個意思 這隻 Factor 是銳角 如果你的 .products 是負數 在 0 至 180 度之間 這隻 Factor 一定是銳角 是銳角 也就是說,一支 Factor 是指前 另一支指後的意思 譬如, u 在這一面 V 就會在這一面 OK,這隻 Factor 一定是銳角 所以你看到 .products 的正負 都會間接暗示了兩支 Factor 大家指的方向一不一致 是不是一起前或是一起後 如果 .products 是 0 如果 .products 是 0 那又會怎樣呢 就是這裡 如果 .products 是 0 那 cos Theta 就是 0 那我們 assume uv 不是 0 Factor 如果是的話就沒有意思 所以唯一是 0 的可能性 就是 cos Theta 等於 0 cos Theta 是 0 那我們 Theta 就是 90 度 也就是說兩支 Factor 是垂直的 在這個 Calculus 世界裡 我們不會說 perpendicular 這麼弱計 它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 Orthogonal 垂直的意思 在後面兩個例子 它會叫你檢查一下 兩支 Factor 是否垂直 我們算回 .products 就可以了 譬如 a part u.v 對位 雙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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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加上去 我算到是 0 那就是 offogonal 下面 3D 照做 留意這裡是 2 個 J 加 4 個 K 沒有 I 部分 也就是說是 0 個 I 不要對錯位 所以 3 對 0 負 2 對 2 1 對 4 所以 2 支 Factor 都是 offogonal 就是這樣 這裡有一點點多 product 的特性 我也不會詳細多講 講幾個算數 第一個 U.v 和 v.u 是一樣的 即是調轉是沒有問題 因為背後只不過是數字 雙乘和雙乘 都是一些可以調轉的運算 第四個 自己 .自己 就會長到二次 為什麼呢 比如 U 是 U1 U2 U3 那我 U.u 你是不是對位的 你當有兩個 U 自己對位 那就是 U1 的二次 加 U2 的二次 加 U3 的二次 那就是 U 長度的二次 OK 所以有時候給你一支 Factor 叫你計算長度 有些人會這樣寫 U 長度 就會是自己 .自己的開方 這個寫法都常見的 其他沒有什麼特別 都很少用到的 用到再算 那這條片講到這裡 我們講了 dot product 怎樣計算 它是正 它是負 它是零 有些什麼特性 那下一條片會講一下 Projection